国庆香长福春七年前一位23岁的青年来到国庆香种植有机香菇 从一开始都不懂 透过自学以及与其他农友交流 如今也逐渐地在国内有机香菇市场打出了知名度 青农庄凯奇表示 以往作物都是供给餐厅百货等业者 而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 也投入了网络行销 希望借此让大家了解到有机菇类 让市场上的接受度能够提升 增加产物的价值 像我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受到影响 我们有减产 减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产能 那我们减产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 我们当然是做转型 我们有转型到网络行销这一块 让更多的年轻朋友知道 其实菇类有一些不同的菇类 在市场上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然后菇吃起来其实没有菇胃那么重 然后口感也会比较新奇特别 先议员陈宜君表示 透过年轻人的思维 浮以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模式 不仅在产量上可以提升 作物的品质也得以保障 因此也非常乐见有这样一位优秀的青年 来到国庆投入农业工作 希望大家有机会 也可以多给予鼓励以及支持 很特别 它除了控制温度 控制湿度 还控制它的光照度 那所以每一个菇出来 都是在品质控制之下而产出的 所以它的这个状况 是跟我们从传统的这个是很不一样 那特别是这些香菇 它还可以吹冷气 那所以长出来的菇就特别的疗愈 那像这样子一种创新的经营的方式 在我们国庆香这里 它不但可以提高这个产量 而且还可以提高它的产值 所以我们非常的乐见 像这样子的一个工厂 生产出有机的香菇 也希望我们的乡亲 多多来给它支持 副医长排一圈肯定青龙来到国庆 投入农业 为地方的农业发展 带来非常好的助力 也希望政府相关单位 针对回乡的青龙 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 希望在政府的帮助之下 可以让整体地方的产业更加发展 记者陈伟一 郭欣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